那我们首先问一下主考核队长王一博 我觉得挺好的 很精彩 然后整体的编排 然后包括故事性都很连贯 是抢了一个胶卷之后拍了一张照片 对不对 挺好的 很精彩 就Ibuki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精彩 谢谢 想问一下Ibuki就是 对这个中文歌的意思 有没有理解呢 对 对 这个 这曲是两人的男性和女性的 爱情故事 《Happy End》 这曲是在韩東语上歌的 中间的中间 JCがそちらの方言を 話すので 彼に レストランに 連れて行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 昔の カルチャーを一緒に勉強して 踊ってみたりしました 非常棒 非常棒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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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 尾巴 超番 我天哪 我的天哪 哇 これが第二首歌 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的好 短短的一分钟 然后编排的很有层次 然后很好地运用了 两个BBOI的一些配合 然后整体的 swag的方面也编得特别好 然后而且整个队形 包括最后的那个马尾变 这个设计特别好 我很好奇 那个最后那个动作 爬上去的那个 那个是谁想的 这首歌是 关于有三国的 这些历史的这些桥段 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 吃一个火锅 然后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聊 然后聊一些 关于这些三国的历史 这些桥段和这些文化 后面我们就在一道菜上面 拼凑 然后最后的时候就觉得 Juna的那个辫子 大家都觉得很合适 那种抽象的这种艺术化 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出来了 吃火锅可以 可以出唇这种这种舞蹈 对 在成都就是没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情 这个编舞真的编得好 这谁是主编这个舞蹈 Kin King 来自日本的Kin King 这个编舞鸡腿要加十个 这一组的编舞师也超级多 对 除了Kin King 还有十一 然后杨文涛 Sisi Juna也是编舞师 这编舞师扎堆 我知道了 这个舞蹈的成功关键 第二个是编舞变得好 第一个是选人选得好 队长的功劳 对 对 可以 其实我之前我特别 希望能看到这些 国外的一些编舞师 和中国的一些编舞师 能融合的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真的看到了 真的挺棒 很棒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EBOOKIE组也 请回到舞台当中 这个很难 两个作品已经表演完毕了 难题来到了四位队长 你们要在两组当中进行投票 我们的主考核队长王一博 最后投票 同时你有两票 那我们先 既然一星已经把脸挡住了 我们就从 韩庚队长开始吧 好 哎呀 真太难了 这个 哥 加油 好 我个人更喜欢 这一组 这一票 EBOOKIE组一票 谢谢 小龙那一组呢 我觉得编排特别的棒 很巧妙 反正大家的所有的气氛 甚至每一个角度 大家都会利用得到 单独去看 他都会有一个画面在那里 马小龙马师真的是 还是 哇厉害 聪明 哇 来吧 Herry 这个很难 因为他们的音乐都 这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们两者都把这个音乐 都表达出来非常好 但是呢 我 这一次 你们这样看着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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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为 你们这样 把一个相机放到这里 又看到他们三个 这样看着我 我们看你是因为你可爱 我有压力 是因为你们帅 哎呀 哎呀 这个中文很好啊 双压 来吧 Herry 我 我这一次 还是觉得 这首歌表达的比较 比较丰富的一点是 这边 杨台组恭喜 获得一票 最印象深刻的是 真的啊 头发做那个 马尾巴 真的 哎呦 嗯 这个编 编排 太棒了 好 但没办法了 这个作品他 我的这个投票 他主要不是说我不爱 这一组的队员们啊 不不 老师们啊 我选这个边 杨凯 杨凯 两票 我觉得那个赤兔绝对上不用再想了 就各方面表现的完美 完美完美啊 从选人到编排真的太优秀了 就是优秀二字 现在王一波队长作为主考核队长 你手中有两票 对 我讲一下 两边的编排真的都特别的好 就是从队形 然后故事 然后以及一些各种的设计啊什么的 都特别的好 真的 所以接下来的一票 可能属于我自己的个人喜好票 选择这边 对 恭喜杨凯组全员晋级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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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奴隶真的没有白费 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一次 非常开心的 大家特别喜欢的一次作品 最重要的是全员安全 接下来 一波 你还有一个难关要过 除了Ibuki之外 在剩下的队员当中 你需要挑选两位待定 以及一位直接淘汰 我现在直接给吗 这么残忍吗 一波队长 首先你要公布 带定的两位是 小五 杰森俊 对不起 小五 杰森俊 你们现在带定 还有一位可能要直接淘汰 你这一组要淘汰的话也很难选 全是压力 非常好 完成度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首先这首歌很难跳 好 能够把这个友情的这个故事 说出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棒 这是谁是主编舞 Bunta吧 应该是Bunta吧 Bunta和Bomo 像Bunta 他非常适合编这样的 确实这首歌挺难编的 因为比较平 然后像讲故事一样 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铺垫 包括最后的结尾都特别的好 然后包括一些Breaking的运用 然后包括Bunta老师编的一些 很多的队型 我觉得编的都特别好 叶音 当时你抽到这个歌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 我觉得这个融合最大的难度就是 如何让国外有人 也能够理解中文歌 所传达的含义 所以我们一直有去推敲 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去画了一幅 自己心里对这个歌感受的一幅画 哇 有的人是画的是晚上 或者有的人是在下大雨 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叶音画的是 后边有很多人在走 然后他自己在雨里出来的感觉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 当成一部漫画来看的感觉 就是整个音乐的故事 到最后给大家的感觉 是很美好的 对 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感觉 哦 厉害 对 就是一切都会 以色列的感觉 能够优优独播出的感觉 对于很多人都会表现 我希望能够优独播出的感觉 就是在这种感觉 我希望能够优独播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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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力量和气息在 真的是在我心里边还是有感触 能看得到 所以这首歌也打动了你吗 韩庚队长 想到了青春的 好 好 歌一直很青春 哥 对 我觉得一下忽然想到是 我上学的时候 朋友在一起 那种友情的那种感觉 青春岁月 哎 对 那种青春 青春岁月 他在说 你就看到了 不说 不说 来 下一位 下一位 来 Herry 就像庚队长说的 这也让我想到 你的青春岁月 不会的 这个 让我想到庚队长 对 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对 因为看到他们 都在这样 就一堆朋友 然后就笑着在那边 哥 还记得吧 记得 当然记得 当然记得 我们十年前的一起的生活浪漫日子 是吧 浪漫日子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经常跟根哥两个人一起搂着 太多了 太多了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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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 我觉得你跟子龙还挺有缘的 从街道的良人比赛 一直到近49的coop 这次又在一个组 你的感受怎么样 就 呃 挺自责的 因为蛮可惜的 这么好的一个舞 然后当时失误了 那个紧箍 然后搭到眼睛上面去了 然后就没办法去 去看清 位置 就是乱掉了 当时就会 就一下懵了 其实道具上要有要要有提前的准备了 就是你这个是否固定死了 万一突发情况挺影响发挥的 对稍微没有那么齐啊 感觉大家好像编排 在一起编排的时间是不是 一起排练的时间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少啊 就是其实内心比较很愧疚大家 就是其实内心比较很愧疚大家 包括Krump的一些帽子 跟你们的队形的编排都挺好的 就每个人都很有力量 有WAKING有WAKING的力量 Krump有Krump的力量 但是两个力量融合在一起就很好 明白 一星队长 是 说到这个Krump 如果是在这个舞蹈当中 是不是还挺难融合的 其实还好啊 是 明明和Audio跳得很好 然后他们也跳得很好 还是挺炸的 就是还是AC的那种风格 每次你亮相 你的那种气场马上就会出来 就我也特别很想问你 为什么你要选择两个Krump或者 对我而言来讲 我们可以把两个五种相似的东西 或者同样质感的元素结合到一块 这是我所理解的融合 其实我们大家在一起都很融合 真的 而且我们第一天开party 我给他们点那个外卖螺丝粉 啊 哇 就Google Brothers那一组 从那个音乐就是funk 他们的舞蹈funk 他们的整个人的状态 表情动作都是funk Original funk 就像一个炖了很久很久的一个鸡汤 一喝 哇 就就有感感感受到他 他们有有炖了多久 有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这个 这个鸡汤 真的很难 可以看到这种舞台 很多人是觉得 这个一个舞台炸的就是一个一个technic 一个动作或是visual 但是呢 这个舞台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炸 他们炸是在他们的feel 太喜欢了 来医生队长 我看的就觉得非常的棒 然后杰哥的c位 小鞋 别人都戴有礼帽 你怎么为什么不戴帽子 没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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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c位嘛 c位 没有 这个我澄清一下 因为我的头啊 他就是戴上去的话 他会不紧 凡尔赛 对 因为我经常有这种 批刹这种害怕掉 所以说就不戴 就人家头都大 就你小 你拼卸 你拼卸 好 一波对照 就是整体的动作质感太好了 然后整体的音乐玩得也太适合你们了 然后编排也很有趣 然后一些海阁从下面钻出来 然后这边还有做超人的动作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勾勾老师 之前是知道海哥是跳 会跳拉圈的吗 是的 Junior Tako 我之前都知道了 当然 这种动作的感觉 很强烈 但这种角色性也有 这种部分也含着 我今天选择了 现在难题又交给了四位队长 那我们这次谁先来呢 伊博 两边的编排都特别的好 像GoGo老师那边组的话 是Popping跟Locking都是属于Funking style的 但是Krump跟Locking组合在一起 是很少见的 这一票呢也是纯属个人喜好 GoGo组一票 接下来 接下来 雨昕 GoGo 对 谭更队长 你觉得那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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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这AC那个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力量 包括你在舞台的一些视觉 或者包括那种气场 他会一直在压着你 所以还是很棒 韩康队长最终还是把难题 交还给了Herry 第一次来接舞吗 第一次来接舞 大家得 做个 哥 你不是说你会一直照顾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不是说你会 我一切都可以靠你的吗 我得让你享受 这就是接舞的文化 哥 如果你要享受不到 我就觉得你白来了 真的 真的 这个文化 就是棒 放心 我一直在旁边 我 我 两边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的 一个是 动作 视觉都 都好炸 一边 质感 感觉 完全都很炸 所以 这个真的很难选 你是分析 你能了做动作 所有的 琴奈 我真的想要等待了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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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走 对我来说 Go Go Berries那一组 我印象比较深刻 回想的话可能 那个鸡汤 给我的那个冲击力比较 比较比较强一点 与时我特别想看的 是一星 跟他一起跳的一个场面 漫文字幕志愿者 Jר是 package 讨厌的 好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棒了 谢谢庚哥 Q了一段 Krump Friest Up 有这样的机会 让Krump一起玩 很开心 谢谢庚哥 谢谢节目组 谢谢OJU 我知道Krump Friest 心里应该还是有一些 心心相细吧 所以多久了 我们所有人都在 恭喜你了 Vivian 你不要看Krump那么凶狠 那么狂那么暴躁 其实每一个学Krump的人 你抛开他跳Krump以外 你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小可爱 因为我们喜欢跟热爱这个五种 就一直用力的去表现每一个舞台 但不一定每一个舞台都能够把我们 最强的一面给释放出来 なんか不想让我看 大家 ore点 大家